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和欺骗,这里应该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,大多数人从其一生可能也不知道了世界究竟是怎么到。 很多关于股票的书籍、文章和各种信息中,一样充满了虚假的欺骗信息,形形色色的人依靠着欺骗和被欺骗来形成一个食物链。 当然,确实有一些品德高尚的人,无私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众人,但是我们会很悲哀的发现,如果我们没到一定的层次,这些真正有用的经验,我们虽然也许看见过了许多遍,但每一次我们都会像扔垃圾一样的把它扔到一边。 等有一天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挫折后,我们才发现自己走了一条曲折的路,是的,我们走了好久。 结果才发现回到了起点,莫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,这应该是人生游戏中设计好的规则。 故事和人生一样,一直在不断的转圈,从起点回到起点,生生不息,古事,以及类似的游戏,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人的地方。 在这里,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真实印象,它就是一面镜子,可以照出你自己,它会让你的人生更加成熟。 如果你对股市有了了解后,你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后,可以用股市来对应这些问题,你会发现原理自然是一样的。 其实所有的事物都一样的,无论怎么变化,它们是同一个规则。 我不清楚其他人怎么看中国的股市,我个人看来,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,说起来是照顾普通投资者,实际上是照顾大主币,也就是在社会先算资金,重新收集回来的工具。 所以大部分普通投资者,还是只当作来这里玩玩,不要太当真了好,尤其是把身价都投入进去的,那是比较麻烦的事情。 当然,有一种人即使不把身价投入到股市上,有其他机会,他也会投入到另外一个地方。 这和人有关,只是股市给了个机会而已,要想在中国股市获得成功,需要投入很多的努力进去。 如果指望随随便便,就从股市取点钱,实际上是懒惰的一种表现。 如果将这个精力投入到另外一个行业,也许会做到行业的顶端,但不排除有人喜欢股市这种单打独斗的方式,不喜欢与人交往的生活,那把精力投入股市也没问题。 股市毕竟也是一种行业,我进入股市的目的与很多人不一样,虽然赚钱也是我的一个目的。 但我更想知道的是股市运行的基本规则,就如同计算机是通过零和一两个逻辑概念组合而来,我想知道股市是否有类似的零和一组合而来。 你要是问我现在是否知道了,那我只能说,即使是现在,我也不完全知道股市到底是啥样子,我只是人类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而已。 在游戏中的角色,怎么能够知道设计游戏的造物主,是如何考虑这些游戏规则的成交量卖卖原则。 一,任何进出,只以大盘为观察点,大盘不好事不要做,更不要被逆势上涨骨迷惑。 二,在多数情况下,当量缩后价不再跌,一旦量全部放大,这是好事。 三,在下跌过程中,若成交量不断萎缩,在某些量缩到不可思议的程度,而股脚跌势有期划时,就是满路的时机。 四,成交量萎缩后,新一点连续量天不再出现时,两个打底已可确认,可考虑介入。 五,成交量萎缩后,呈现价管量缩的时间越长,则事后上涨的力度越强,但弹的幅度也越大,成交量全无技巧。 一,无量涨停全无法,在涨跌停板制度之下,股票第一个无量的跌停或者涨停,都是一个行情的开始。 所以无量涨停,是最好的坠上机会。 当然,前提是股价要在低位,如果无量涨停,出现在了一波大的上涨之后,要注意主力的出货嫌疑,而低位放量涨停。 放量总是有原因的,在高价区有些主力往往对外放量,长在一些价位上送上大卖单,然后将其吃掉,显示其高峰的魄力。 如果某些位置放上大买单,显示护盘的决心,但是这些都是假象,重新真实的升降即可辨别。 若是低位出现对标的放量,说明机构或者主力将要拉升一波行情,可则据跟进,实战图解装甲健康手法。 1. 圆顶型建仓是指前装撤滋后,新装主力建仓的走势向半圆形,超跌反弹造成的圆顶型图形是前装之间出舱较为干净的标志,在骨架二次回落后容易被新装甲看中。 2. 横排型建仓,横排建仓是指装甲,比较为隐秘,紧善的形式建仓,采取和前期走势非常相似,且比较温和的走势,隐藏潜伏建仓的过程。 3. 打压式建仓,是取股价还在下跌时,主力就开始进入各股进行建仓。 3. 股价下跌的过程,就是主力建仓的过程,炒股五大原则。 1. 尊重规则,要想在股市里成为超级玩家,就必须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施展本领。 股市涨跌是有规律的,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,我们没有发现,止损和止盈,是在股市中生存必须遵守的原则。 1. 止损可以控制风险,止盈能帮助对签利润,是如何掌握炒股技巧,必须要了解的一点。 2. 及时止损,股市里有一个路通理论,即股票投资就像给桶里加水。 如果桶完好无缺,即使每次只加一点点,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加满。 3. 如果桶下面有漏洞,不管加水有多快,都是不可能加满的,甚至迟早会路干。 所以,要想把桶加满水,首先要做的是把漏洞拨好,简单的说,在股市里就是要学会止损,控制自己的欲望,尽量保住本金。 3. 紧盯个股,投资者买卖的是个股,而不是大盘,过分研究大盘是没有意义的,尤其是一些大盘神众股。 结果在山坡上摇起脑海的时候,大盘指数早已成为打压股市,操作以民心态的工具了,但机构要抱团控制指数容易,要控制所有的股票很难,不管好情如何,个股总会有着有跌。 所以,要做的是对自己持有或看重的个股进行充分研究,大盘走势仅仅作为参考,是无可掌握潮股技巧的要点之一。 4. 赶满 无论股市大幅震道还是横盘整理,我们都有获利机会。 如在近期的炒作中,机构探用了气大盘,超个股板块的操盘思路,即使在下跌行情中也能逆到一天上涨10%的个股。 我迷路了敏锐的专注机会追涨沙跌,还是可以获利的。 5. 半仓专买 在市场中发现一匹黑马,无一挖掘到一口金矿,但对中小投资者来说,发现一匹黑马并骑上它,恐怕很不容易。 5. 中小投资者炒股,应抓住一只自己熟悉且股信交活跃的股票运作。 具体做法是,用一半的资金专买一只股票,高抛低息,在趋势上升的趋势中逐渐减仓,在不断回调且缩量探底后再分批不入。 5. 如此,可避免因个股不需炒作,再来的此转比亏的结果,是如何掌握炒股技巧的重点。 5. 中国股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? 5. 市跌入三千点之下,是机构市,还是操纵市? 5. 2015 年上半年是牛市,毫无疑问。 5. 但现在是什么事,大多数都迷茫了,因为2015年下半年开启的暴夜宣告熊市的到来,那是否意味着熊市来临了呢? 5. 没人确定,因为啊,许多专家,包括李大肖之类的,整天在说牛市又来了,整个小散户一愣一愣的,还有的人则是专门唱空,整天熊市不离口,到底该听谁的呢? 按照我说,小散户要想不亏钱,非有自己的判断呢? 怎么判断呢?最简单的还是市盈率这个指标,上图写A股上正指数和山城指,一年来市盈率走市图,可以发现,2007年,2009年,2015年都是一个市盈率的顶峰,2007年上正最高市盈率都有70倍了。 太疯狂了,2009年上正最高市盈率30倍,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估值了,2015年上正市盈率最高22倍左右,处于合理水平的偏高水平。 但生成只是盈率高达62倍,比2009年的水平还高。 2009年之后,A股经历了六年大熊市,这次,会有多久的调整? 这就是股市最稳质的运行规律,很难偏离,一旦偏离,后续的调整时间也会很久。 现在,A股市盈率,上正是16.6倍,还算合理,生成只是44倍,明显还是很高的。 2012年最低时不到20倍的市盈率,才造就了大地和后面的大牛市。 所以,通过简单的市盈率分析,我们可以基本判断,中小版创业版大概率未来几年很难要牛市了,必须要经历估值的调整。 而如今,IPO速度加快,尽管不断加码,正是对中小创几号末的动作。 不要以为只有楼市在几号末,中小创同样如此。 对于目前的市场,我们究竟该如何投资呢?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 以上的分析基本可以判断中小创不是太靠谱,因为股值太高了。 而近期,银行股中自投的不断活跃,似乎又在告诉你市场的真谛,到底该不该跟着市场走了? 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万公点? 其实真的不用太过于纠结,关键是认清楚自己,赌货与投机的区别。 像通过股价的波动赚钱,就必须提前行动,就必须研究股市行情,预测其走势,赌一只股票的涨跌,和预测其涨跌之间是绝乱不同。 这就是赌博与投机之间的根本区别。 研究大盘走势,交易报告,财务报表,商业统计等等。 凡事有助于投机的事都要去做,解决问题之前好好分析它,找到赚钱的方向就要验证它。 验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进入市场交易。 当你赚钱的时候,进步是缓慢的,如果常常赔钱,反而会激励自己更加努力的学习研究。 赔钱是有代价的,但这个代价不能太大。 如果赔光了,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检验和改进自己的投机方法。 收好自己的仓位,有时候不完全的胜利和赔钱一样,值得深思的。 牛市的时候,看着大盘开始买进股票,股价上涨,一切顺利。 但是早早的获利,落代为安,期待股价回当时低息,守着既得的收益。 等着股价回落,最后眼睁睁会看着它头也不回的点涨上去。 在牛市中赚几个点,就急着操线的人,永远发不了大财。 失去仓位会导致最终的毁灭。 最终决定让你赚大钱的是波动,这是赌博与投机的根本区别。 赚大钱的诀窍,为什么预测正确了,却总是赚不到该赚的钱。 赚大钱不能靠股价的短期波动,而要靠大波动,看对波动方向的人很多, 看对波动并坚持不动的人才真正厉害。 这是能赚大钱的诀窍,也是最难学的。 在牛市中,就应该把劲持仓,直到你觉得牛市将近。 跑空你的股票,做到这一点,需要研究到盘和经济形势。 不要惊喜内幕消息,或者只关注个股波动。 不要总想着去抓最初和最后的一点利润,那个代价太大了,抄底摸顶,都是陷阱。 不临陷的上,中,下轨线通常有以下三种运行状态。 一,如果不临陷的上,中,下轨线通常向上运行,那就表明市场强势特征相对比较明显。 短期以内会继续上涨,这种情况下,投资者应坚持股做多。 二,如果不临陷的上,中,下轨线通常向下运行,就是市场非常明显的弱势特征。 短期以内会继续下跌,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坚持做空。 三,如果不临陷的上轨线向下运行,而中轨线和下轨线却还在向上运行,则表明市场目前处于整理开始之中。 不临陷三轨与股价的关系,无需有简单的上,中,下三条轨道组成的,小小的三条轨道,却藏有无尽情关。 三,股价运行在上轨之上,是超强攻击形态,运行在中轨和上轨之间,是上升通道形态,运行在下轨和中轨之间,是下跌通道形态,运行在下轨下放,是超强下跌形态。 一,当不临陷的上,中,下三轨同时向下运行时,表明股价处于强势,投资者要持股带涨或同体续纳。 二,当不临陷的上,中,下三轨同时向下运行时,表明股价处于弱势,投资者要坚决离场,以规避风险。 三,当不临陷的上,中,下三轨同时几乎平停地横向运行时,说明股价在一个区间横向震荡,随时有选择方向变盘的可能,投资要冷静观望,待方向明确时再做决断。 四,当不临陷的上轨向下,而中,上轨向上时,说明股价处于调整态势中,处于多头市场时, 投资者可以持股不动或缝底细纳,处于空头市场时,投资者可以缝高检仓或者持币观望,适合转户抄地的操作形态。 一,朝阳掩月,此类形态指的是在连续下挫的行情之中,空方全力地进行打压,在低方收出中长阴线。 但是由于短期内股票的下跌速度过快,导致空头战线拉得太长,不计不计,因此遭到多头拼此抵抗,烧低台后急转台向上, 以接近当日最高价收盘,将前一日的阴线完全包住,此刻性形态的情义跟阴线,犹如下闲月一般还挂自打空中, 后面的一条大阳线就已经如同朝阳一般从东方升起,将残月的光辉点盖,故称此为朝阳演员,爱珠连半卷。 在下跌的行情中,股价在低档收出大阴线,此月空房继续法力,再拉出一条小阴线, 但是这一条小阴线却是完全滤滤在前一条大阴线内,虽然股价仍然是高开低走, 但是空房却已经无力再将股价向下打一个台阶,显示短期内已经逃盘出尽, 这样的一种克选形态,看起来就如同犬链一样,已经可以紧约的感觉到春天的气息, 正所谓那花深处层楼,花莲半卷东风软,所以称之为株莲半卷。 三,还没报称,这样的一种形态讲的,是股价在低档拉出大阴线, 但是自打第二天,这只能更收出一根孕育在大阴线实体制中的小星星, 显示空投行情已经淡尽了绝,局面即将改为堕头主控,股价即将出现反弹, 所以K线形态中的运行,就如停久寒冬炸棒的一点红梅一样, 不是因为自己拥有的太少,而是总想拥有的更多,要学会, 一,修心,我的炒股心法里有一条阶段性停止交易,学会修心, 二,付出,我的炒股心法里有一条,只赢止损, 此为必要的成本付出,三,放下,我的炒股心法里有一条, 风险固定化,此为把东西写在沙滩上,再冲走,放下东西, 贪婪是一种毒药,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止境,炒股一然, 所以,这是我的炒股心法,一,只赢,只损,二,阶段性停止交易, 三,总写固定化,让自己看到明明白白的利润,比什么都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